美国恢复为国民接种强生疫苗 疾控中心与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参考专家小组意见 认为强生疫苗安全有效 对成年人而言,接种的好处大于风险 而且出现血栓的机会非常低 决定恢复接种强生疫苗 同时会加入标签,警告潜在出现血栓的风险 当局会继续留意情况 疾控中心专家早前开会 说在目前接种疫苗的800万人中 发现15宗严重血栓个案 全部都是女性 大多数50岁以下,其中3人死亡 15个专家中有10个人赞成恢复接种